其实现在是对于2021年毕业生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申请记 介绍一下红宝奖学金的申请 时间节点 待遇和需要准备的资料 每个月拿到的17视频点赞过万 我就会把我的申请技巧一一封上 Hello大家好 我是Lab Girls之一 正如上一期视频所说的 我在三天前刚刚收到了红宝奖学金的通知 就我今天正好想要趁热打帖 来录一个入门版的红宝学者博士后奖学金申请 我不知道观众对这个有多少了解 德国红宝奖学金 欧洲马力距离奖学金 和日本的学术占星会奖学金 是世界最知名的三大博士后奖学金 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具有非常高的认可度和荣誉感 其中的另一个好处就是 红宝奖学金它属于是有一种会员制的 我父母的老板和师兄说 就是你一日拿到这个赡本金 你终身是他那个club之一 它会组织一些活动什么的 你会永远的被参与其中 第三点就是 其实现在是对于明年2021年毕业生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申请计 因为现在你如果开始准备 然后能够在2月份提到申请 你就可以在7月份拿到结果 然后无奉献接你的博士毕业 然后可能可以在9月 像每年新生入学一样开始自己的博士后 接下来我就从几个方面介绍了一下 红宝奖学金的申请 时间节点 待遇和需要准备的资料 但是我想要说在最最前面的就是 它有一个slogan就是 We sponsor people not projects 在我看来 因为我寄生了红宝 马力距离还有一些学校层面的奖学金 我觉得红宝奖学金相比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干 非常不脱泥带水的奖学金 基础的原则是关注个体超过你的host 你的环境 你的平台 那些 它的身体条件很少 第一个是博士毕业4年内 或者你可以在6个月内毕业 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有一定的学术能力 它叫academic qualification 就是起码你要有发表过的文章 就你不可能干身 什么都没有 第三个条件是你有一个host 就自己联系一个老板 第四个是两封推荐信 第五个条件也是最重要的硬性条件 你人不在德国 或者是你到了德国工作 不能超过12个月 第二个我想要说的就是 它的申请时间节点 这个问题有一点复杂 我希望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红宝奖学金的评审组委会 是有50个评审组成 他们每年会见面三次 分别是3月 7月和11月 然后第二个计算题 就是你需要在他们见面前 4到6个月提交申请 那么我们就是把3月7月11月 这个时间大轮圆盘 往前倒推4到6个月 举个例子来说 我自己就是一个没有卡好点的申请 我想申请的其实是2020年7月的那一波 那么我就要在3月1号之前提交申请 然而我在3月底才提交申请的 所以我一下就被推到了11月的那一批 我一等就等了七八个月吧 所以我才说现在其实是申请的好时机 开始准备proposal 2月提交 然后你就可以赶上7月的那一批 然后你7月底就 一毕业你就可以得到结果 这个你说清楚了吗 我觉得说清楚了 然后第三点 我们来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 待遇和津贴 红宝是奖学金 所以他不需要交税 每个月拿到的是2670欧 你和你的伴侣都可以拿到2到4个月的intensive的德语培训课程 我说的是已婚伴侣且带去德国的那种 一样是你带去德国的已婚伴侣可以每个月多拿到346欧的家庭津贴 然后你的小孩可以拿到274欧 每一个可以拿到274欧的津贴 以及欧洲范围内的旅行津贴和学术访问津贴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前面说的 之后申请别的红宝的项目就会稍稍多一点点优势 然后也可以参与他们每年在世界各地组织的各种活动 如果你对他感兴趣的话 我简单说一下他需要准备哪些资料 叫不拖泥带水 我其实很喜欢 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多制度化和条条框框的东西 他需要准备的东西就是 一个两页的个人简历CV 一个五页的research outline 就是一个proposal 还有你的publication list和你的key publication 就是你发过的文章和你的代表作 还有两封推荐信 其中一个要是你的supervisor 那关于红宝的入门版 我觉得这些东西需要感兴趣的各位先消化一下 关于红宝申请的进阶版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这期视频点赞过 我就会把我的申请技巧一一放上 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 或者是我们本人感兴趣的话 还请你关注 订阅 转发 点赞 评论 多多支持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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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